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來跟各位分享玩具啦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東西呢 在之前他也算是蠻稀有的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就開始爛大街了 爛大街了 原本是作為一個東京迪士尼樂園限定的一個玩具 就是在東京迪士尼樂園才買的到的東西 不過因為台灣的代購商真是神通又廣大 越買越多越近越多 反正這東西不限量嘛 所以呢就變成幾乎市面上看到就一堆 一堆賣不掉的現貨 那當然呢我也就想到抓個兩隻來玩玩看 這個作為一個迪士尼 東京迪士尼限定的這套 玩具總動員的一個胡迪 跟巴斯光年的一個變形玩具 那當然呢各位都知道齁 在之前齁 版代有推出過像這樣子的一個 胡迪跟巴斯光年的變形蛋 那我的影片之前也跟各位介紹過那個 巴斯光鳥 Takara Tommy出的巴斯光年的一個跟變形金剛 聯名的那個頭領戰士的巴斯 我有介紹過 然後這一款的 Amigo 胡迪 我也有介紹過 他是美太友推出的 Amigo 胡迪 跟美太友推出的變形合體玩具 其實很多莉莉拉拉一大堆 當然呢這一次的這一款呢 因為他就是主打的 就是 東京迪士尼限定 加上他的一個整體的玩具大小呢 是小小的這個 一個巴掌大小可以帶著隨時 玩就符合他一個 玩具的那種 感覺的東西 當然呢這東西在一開始我在強調齁 在還沒有爛大街之前 他的價錢真的是 貴到很靠北 說真的你不會想要花錢去買 因為這個官單一隻 在台灣就是大概要一千台幣出頭 一千台幣出頭 就這樣一千塊 因為買這幾千塊 我不如拿去吃飯 那當然想到就買來玩 那整張當然 這一個系列他就是只有這兩隻 胡迪跟巴斯光年兩隻 那我們沒了說 直接進入一個玩具的一個介紹跟變形 那當然呢先從胡迪開始 我們的胡迪警長 那胡迪警長的變形呢 他就是後面這邊你看一個整個大背包 其實都可以看得出來 兩台都是變成車子 一台是變成那種比較 西部時代的馬車 然後一台就變成比較高科技的那種 外星車 那整體的胡迪警長的那個特徵 這一隻都有掌握到 像這樣子 然後當然身上那些細節刻畫也算是不錯 迪士尼出品的還不錯 那簡單的可動是做得到的 頭部可以旋轉365度 沒問題 肩膀這邊使用的是一個球型關節 可以做到一個 哈嘍哈 然後可以拿著帽子這樣子的動作 還不錯齁 那腰部呢 是有一個可以活動的 這是變形結構的反揮 腰是可以活動的 腳呢可以左右稍微這樣開開 抬三把拉腳 抬三把拉腳的動作也沒問題 這也是一個變形結構的反揮 所以呢可動度其實還蠻陽春的 但是比巴斯光年好 巴斯光年幾乎就是暫時 這是還有一些可動度 不過這些可動度都是變形結構的反揮 先介紹巴斯 然後呢 喔 胡迪拉 巴斯光年呢 就是我們劇中的男二 男二 那巴斯光年的整體造型 就是他一開始登場那種飛向宇宙 浩漢無銀 就手插著腰的那個動作 很搖掰 那一樣有一個他的專屬的太空面罩 面罩比較可惜的是沒辦法打開的 只能這樣子 那後面就是他的一個整體的大背包 跟那一款胡迪一樣都一個大背包 不過他看得出來就是太空跑車 正面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一些小細節都有刻畫出來 然後這些 這些細節這些東西都是轉印貼 他都不是貼紙喔 是轉印貼 我個人是很喜歡啦 這種轉印貼 然後他裡面有一個機關呢 是這個地方 他的巴斯光年呢 在他的裡面有一個小機關 是可以控制他頭部的旋轉的 他的可動性 唯一的可動性就在這邊 頭部是可以旋轉的 裡面有一個小機關 等他在變形的時候再跟各位講 當然就正面好看 側面背面就繞曬 那變形結構呢非常的簡單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要給小孩子玩的 所以他使用的是一個 幾乎是拍的就完成的變形 胡迪的變形比較難 巴斯光年比較簡單 那我們就先從巴斯光年開始 那變形呢 首先你必須要把這邊這個零件跟這裡做一個拆開 這邊有個卡扣把它卸開之後呢 這個地方就可以變成像這樣可以解開了 然後這個透明玻璃罩跟胸口這邊有一個 二重關節把它翻出來 折到這個位置來 然後呢 腳底板 把兩隻都往上扳 像這樣子 然後呢 這時候你就把它的整個背包的部分呢 給它翻起來 往前扣 剛好胸口這邊跟這邊這個凹槽的地方扣在一起 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個地方要注意 這個胸部的地方跟這裡 它有一個卡槽 你必須把它壓緊 它會聽到啪一聲 這樣有沒有 這樣子呢 它胸口跟這邊才會做一個緊實密合 你在變形的時候呢 這邊才不會扛扛 記得要給它扣緊 然後呢 這時候你把你的腳腳 再往後翻 翻的時候 跟各位講 這邊就是剛剛我說的那個可以轉動頭部的零件 這裡呢 你可以用這個地方調整它頭的左右 有沒有看到它頭是可以活動的 有沒有 轉過來看你了 轉過來看這邊了 有沒有 是靠這個地方在旋轉零件讓它活動的 好 繼續 腳腳這邊呢 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卡扣 跟這邊有一個卡扣是組合在這個位置的 整塊翻上來 這邊這個地方卡在這裡 這個地方卡在這裡 壓緊 然後呢 手的地方呢 這邊往下 然後左右把它壓緊 然後這一塊把它壓進去 像這樣子 然後呢 尾翼把它拉起來 這塊地方再把它 強化一下 這邊 要記得要給它扣上 你扣不上呢 這邊就會浪浪 那經過了幾個簡單的變形 真的是非常的簡單 這款巴斯光年的太空車就變形完成了 它有把巴斯光年的那個背包 飛行背包的那個造型 跟它的胸口這邊的這個造型融合在車子裡面 然後主要是巴斯會在前面駕駛這一款車子 變形就像這樣 底盤的長的收納就是像這樣子 輪胎呢 是卯丁的 幾乎每一顆都是 滑順的可以扣 非常的滑順 有沒有 跟飛樓一樣順 然後它是可以像這樣扣的 那細節的刻畫呢 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後面三個點就是噴射背包 噴射背包 還蠻好看的 那 那胡迪的變形呢 我說過它比巴斯光年的相對來說 就是比較複雜一點 這款胡迪說真的比較好玩 噴射背包的時候 變形首先 把它的這個地方左右翻起來 然後變像翅膀一樣左右翻起來 輪胎的地方給它翻出來 像這樣子 然後呢 胸口這邊上跟下 這邊有一個零件你要把它解開 解開之後呢 頭部的地方給它做一個旋轉 180度 頭前往到變成後面 然後脖子這邊有一個卯釘 這塊零件把它向這裡凹折 然後變成折成像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就可以整個把它收納到上面這裡來了 然後變成像這樣子 然後呢 整個腰的地方呢 剛剛那個旋轉的地方 把它做一個180度 然後呢 這邊會有兩個凹點 對應到手的這邊有兩個凸點 然後運用這個球型關節把它旋轉過來 這樣給它倒下去 倒下去之前呢 你要先把它的腳的這邊這個地方 讓它劈腿 讓它劈腿 然後呢 把這個地方這塊 我剛說的那個地方組合 讓它摸自己的懶趴 自己摸自己的卡槍啦 不是懶趴 摸它的卡槍 像這樣摸卡槍這樣子 然後呢 轉到正面來 這邊這一塊 整個背面這一塊呢 把它向上翻摺 它是一個二重關節 摺過來之後呢 這邊把它稍微閃一下零件 變成它的這一整個就會遮住它的臉 就變成車子的車頂 然後你剛翻起來這兩個零件呢 這邊有一個卡扣 扣上 扣上 然後呢 它的這邊 帽子這邊有一個凹槽 對應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凸點 扣上 左右邊都有 扣上 這邊就會變得非常的密合 有沒有這樣 然後呢 再把它剛剛的腳呢 我們劈腿的這個地方呢 這個零件把它扣過來這裡 這裡跟這裡做一個結合 扣上 它的這邊剛好有一個 腳掌的一個幅度的一個凹槽 扣進去像這樣子 然後呢 再把它前面車子的這邊 我們這邊有一個二重關節 原本是這樣子嘛 拉伸出來之後呢 把它整個 這個欄帕這邊給它造起來 這樣把它放的 造起來 然後前面這一塊的地方把它旋轉 擋住它的手 這是車子的那個掛車牌跟前面半白的地方 然後車燈 這樣 然後經過了幾個複雜 但是又流暢的變形之後呢 這款胡迪警長的馬車就變形完成了 一樣輪子是錨釘的四顆都是可以錄 非常的滑順 那車底的收納呢 就是像這樣子 你們自己看哪一款覺得比較好 我個人是覺得都還OK啦 然後呢 變成車子比較可惜的是呢 這一款就沒有胡迪警長會在前面開車的樣子了 它就是做成一個像這樣不透明的塗裝 然後後面這個帽子呢 就是胡迪警長的帽子 它就是把它這隻玩具 跟人物角色的那個 比較重要的一些特徵 把它刻畫在它的背後這邊 個人是覺得不突兀啦 然後胡迪警長的警徽 就會變成車子旁邊的這個東西 兩台放在一起呢 我個人是覺得胡迪警長比較漂亮也比較好玩 當然你們 看自己喜歡買哪一隻 你們就買哪一隻 不過個人建議啦 兩個人都是好兄弟 宴晚未分開 南上佳南 一定要兩隻一起買 好不好 OK 那如果還沒有買的朋友 在猶豫到底要不要買 或者是你根本就不知道這個東西 然後看完影片有點心動的話呢 就手刀去購買吧 這東西你只要找 玩具總動員變形 就可以找到它了 不難找啦 然後東京迪士尼限定的 但是呢沒有限量 喜歡就可以去買 雖然說它感覺貴了一點 以這種小品玩具來說 它的價錢真的是貴了一點 當然看你們喜不喜歡 OK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覺得有什麼問題呢 下面都可以幫我留言 然後 我們來做一個QA 然後呢 如果在這支對我的影片呢 還有什麼問題呢 一樣QA之外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之後呢 大家一些朋友 你們看到留言 也可以回覆啦 不一定都要我回覆 你們如果知道 一些他們在詢問的答案 你們可以幫他回覆 做一個交流 我在強調我的影片 都不是一言堂 你們可以 憑自己的高興喜好去回答 但是記得 理性溝通 不要 講一講到嗆起來 好不好 OK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其他就不要留你巴塞了 謝謝各位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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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